14岁您在干什么 有些人在课堂里念书 有些人已经承担了家庭的重担 而有些人则可以在全国擂台里展现自己的风姿 其实13-14岁是练习散打的最佳年龄 不同于一些家长所想 孩子太小了 做这些剧烈运动容易长不高 容易伤身体 容易有后遗症 但实际上我国的哪一个运动强项 不是从童子宫抓起的呢 乒乓球 跳水 就连最近 都连续了 那这些剧烈运动 可能有过去是 这些剧烈运动 不过去是 就这些剧烈运动 都连续了 有些人 都是 在这些剧烈运动 感谢观看 随处可见那些临时搭的台子 年仅四五岁 走路刚刚能站稳 就要开始上台来打拳了 当然了 近年来我国散打事业也是突飞猛进 很多家长也愿意把小朋友 送到散打学校练习 他们觉得这个散打对健康有好处 可以激发骨骼的生长和发育 而且您瞧 现在小朋友练习散打的时候 你瞧这护具特别专业 什么护腕啊 护膝啊 护小腿啊 护头的 那真是一样不差 其实长期练习散打 确实有利于改善我们的心肺功能 可以改善呼吸系统 加快血液循环 而且对人的大脑也很有益 因为它需要急性创作 这也涉及了散打这个急性的动作 当然了 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 我们还是不太建议 小朋友去和成年人进行PK啊 这种以小博大 虽然我们爱看 但是比较危险 打个比方 比如说UFC的正规比赛 赛前都是要称重的 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体重差距太大 也就没有再打下去的必要了 你一上场 你就被撂倒了 那还能再打吗 对吧 那您认为小朋友参加散打运动合理吗 欢迎留言评论 我是小河南 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